花蓮長正來到了第四天 蘇花公路的下清水橋樑的便道 終於已經搭建完成了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排隊的車潮 其實是非常多的 而時間根本就沒有到 但是因為大家急著都要往北返 所以其實車流已經非常多了 我們先來帶您來聽聽看 現場排隊民眾的說法 大哥您好 請問你已經排了多久了 兩點來了 然後排到現在這樣 你現在是要回去哪裡 要去北部載菜 因為他六點搶通 所以趕快來排隊要提早上去 你要從哪裡 從哪裡載 花蓮市到北農 就是橋壽組你們有沒有受到影響 有 我們影響滿大 因為我們車上我們是載出菜的 然後菜不能常放 因為放裡面都是悶著這樣 菜容易壞掉 所以影響滿大的 損失也滿重的 對 所以一直到這邊可以通勤的就趕快來這邊 對 趕快提早來排隊 提早出門這樣 然後就睡車上這樣 預計大概幾點會到 預計差不多九點十點 晚上九點十點到 好的 那還有甚至有民眾在昨天晚上十點的時候 就已經來到現場等候 直接睡在車上 那預計越接近傍晚六點的時候 這個排隊的車流應該又會越來越多 所以民眾一定要依序排隊 小心行駛 小心行駛